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拍子当中 关于那个正在表达室 也就是这个阿一毛块三名的一些长的函数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在讲正在表达室 语法的时候 我们已经接触过好几个函数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match 这个函数的话是用的比较多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search 就是去一个字号当中去查找 指定的规则的数据 那么这两个函数的话 他都是从指定的字号当中去查出数据 但是他们俩之间有一个唯一的一个区别 什么区别呢 就是这个match这个函数 match这个函数 它是只会在一个字号开始的位置来开始找 而这个search的话 它会在整个字号当中 只要找到能够匹配到的 那么的话它就会返回 这个match是只在最前面开始找 那么他们之间就是有一个站的区别 就是一个站的区别 那么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函数 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不再去讲了 好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下面 我们本期课的一个内容 就是一个分组 分组 分组的话是怎么分组呢 分组 就是我们在写那个证则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在写这个证则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写出一些我们匹配的东西出来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呢 用语言华的形式 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把它给过起来 那么以后的话 我就可以通过group这种分组的方式把它给提出来 通过group封组的方式把它给提出来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份的话就来讲一下这个封组 好 来到我们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证则表达式先把它给删掉一下 这个地方啊 我想呃啊 这个多了一个 嗯 什么问题 看看啊 没问题啊 好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想要匹配这个里面的那个啊 这个字符战啊 并且将这个里面所有的那个什么呢 所有的那个啊 标那个那个价格把它给提出来 好吧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这样去写啊 首先的话前面这个地方 它有可能出现正义的字符 并且可能有任意多个 对不对 对对 那么我就写个点 代表的是正义字符 然后写个新号 代表的是正义多个字符多多对吧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价格啊 那么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给个原话 就是这个地方啊 进行封组啊 进行封组啊 然后的话 这个封组里面这个价格的话 它是要满足一个这样的条件 对吧 首先它有一个多了方 那么我们这边写个法西杆 进行这样的转移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个什么呢 法西杆第一 就是那个啊 数字 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们给个加 代表的是可能有多个啊 然后这个东西完成以后 接下来下面的话 还有还有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吧 好 后面这些东西的话 也有可能是任意的字符 并且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呢 任意多个 那么的话 我们也是写个这个东西啊 后后面接下来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这个10的这个价格的啊 那么10的这个价格的话 我们也是法西杆 然后的话给个多了方啊 然后给个法西杆第一 给个加号啊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整个字符上当中啊 把把这些东西 把它给匹配收到了 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加 可能加 能一下啊 这样的话 它就把什么呢 把整个字符上 都把它给匹配收到了 对不对 把整个字符上都把它给匹配收到了 为什么可以把整个字符上 都把它给匹配收到了呢 原理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写的这个正字表达式 是可以满足啊 整个字符上的 对对 可以满足整个字符上的 对对 你这个地方写的个点心 是不是可以代表的是前面这部分啊 这个地方这部分 是不是可以代表这个 对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将整个字符上 把它给匹配收到啊 并且啊 这个地方还有 大家还要注意到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写整这个正字表达式的时候 我们针对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给他进行的这种原划 把它给扩起来 那么用原划把它给扩起来的话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就可以去什么呢 就可以去 获取这个里面的啊 我这些封组啊 这些封组啊 这种原划的话就叫封组 好吧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里面给个什么呢 我这个地方口中加低 负利分哈 上面来注写一下 这地方 如果我这个里面给个一啊 如果我这个里面给个一 他就会去取到我们这个正字表达式当中的 第一个封组 也就是取到这一个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 是不是印象的就是这一部分啊 对 那么我们可问的加了一下 哎 这样的话得到的就是这个多了99 对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得到的是第一个封组啊 第一个封组 可问加低再负这部分 然后如果我们这里吧 我这个注视一下啊 这里面如果我写一个二啊 那么我们再来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第二个封组啊 对 看到没有 是不是十啊 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得到的是第二个封组 对 第二个封组啊 那么我们这个group的话啊 就是说 你在这个里面指定第几个 就可以提取里面的第几个封组啊 第几个封组 然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点是呢 我们如果直接写一个group的话 它是匹配到的是整一个封组啊 对 其实哈 其实我们这个正在表达式的话 虽然它外面没有写这个圆块啊 虽然它外面没有写这个圆块 但其实外面这个啊 不是外面好 就是说整个正在表达式啊 就是整个正在表达式啊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封组啊 它其实是一个大的封组 好吧 那么大的封组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group直接把它给达到啊 通过这个group把它直接把它给达到 并且如果你这个地方给一个零的话 那么也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也可以给个零 给个零的话 它其实就等价于这个地方 你不给不传三说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来写下啊 就是这个东西 它其实等价于it.group啊 它其实等价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写了个零 和不写是一样的啊 就是提取零的话 就是提取到是整个大的封组啊 整个大的封组 来走一下啊 这的话是不是也是拿到的是整个啊 对不对 然后提取到是个大的封组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group啊 print一下 print一下我们的it.group啊 这个group的话 它还可以传递什么呢 还可以传递多个参数啊 还可以传递多少参数 比如说我传个一传个二 那么的话 然后他就会将第一个封组以及第二个封组 把两个封组把它给 都把它给提取出来 好吧 我们的家人一下 诶 这样的话就拿到了那个什么呢 呃 这个呢 这样的话 他就把那个99和10都把它给拿出来的 对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指定两个封组都把它给拿出来啊 指定两个封组都把它给拿出来 好吧 好 那么有些时候哈 我是想 我是想什么 我是想怎么办呢 我是想将啊 整这个被政策表示的政策表的事当中 所有的子封组啊 所有的子封组 所有的子封组都拿出来 所有的子封组是什么啊 就是这种语言话的啊 这种语言话的话代表的是那个子封组 而这个整体的这个的话代表的是那个整体的封组啊 整体的封组 那么现在我要将这个里面的啊 这些子封组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这个政策表的是又提供的另外一个函数啊 叫做groups啊 groups啊groups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为什么呢 这种形象的话就跟跟刚刚这种形象是样的 对吧 这个groups他就可以将这个里面所有的那个封组全部都 所有的那个子封组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 好吧 所有的子封组全部都把它给拿出来啊 就是groups groups的话啊 groups就相当是跟那个什么呢 跟那个呃 他就将相当是把把整个满足条件的全部拿到 然后的话去掉那个group0的这一下 对吧 去掉group0的这下 就相当是这地方他写了个123 一直到后面后面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把它给拿出来 对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groups的一个人的要反案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封组啊 我们这个封组的话啊 就先讲到这个吧 好吧 先先想到这边啊 大家的话科学里面也去多多体会下这种风俗的好处啊 好 那么这样课程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